这个问题问我的说 李晨你再次和宝强在节目里合作有什么感受 有一句话叫英雄怕见老街坊嘛 对 对 但是我不怕 我是喜欢跟老街坊在一块 我觉得那种感受会让我觉得很温暖 就是很多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一些事情的画面 历历在目 挺好 是 对我的第一印象是 你拍那个叫十三格格 叫什么 十三格格 对 好像是有这么回事 不过也不完全是我的功劳 上次太后召见李中堂 她还不是特兴出资 我那时候在怀手那时候见见到过你 当时那时候我们都是跑龙套的 在怀手那时候就说 这小时候挺帅 身态很好那时候 那时候超瘦1米80 120斤 现在我160斤 回来一个问题 宝强你最满意自己的作品是哪一部 我满意的还挺多的 你比如说天下狐贼 沙盒那角色 像他刚刚那港狐狸 你还整出来 我看你干头啊 你们谁是贼啊 那时候沙盒叫了好几年 后来拍《时兵构机》之后 也在叫徐三桌 叫三桌 太久了 最后叫宝宝 后来是唐人 几乎大众这个技当中就是在唐人 其实所有的作品 同样也记录了我们的成长 对啊 因为现在我就说 然后回头去演 我肯定演不了了 包括你那个年纪嘛 那个年龄 对你的又嫩的那种脸 到这个年龄就演这个年龄的角色 这叫顺其自然 走一步是一步 拍一步少一步 拍一步是一步 不能拍一步少一步 我这是开玩笑 当然了 拍一步肯定是拍一步是一步 对 对 宝翔为什么想去做一个导演 做导演 其实是由你自己想说的故事 那话说来 好的剧本本来就少 好的导演也没那么多 但适合你的角色就更少了 你不能一直在等 一直在等的没有工作了 你自己心里是慌的 你这样的话 你知道自己在音乐当中来写 我知道想拍的东西想讲的故事 对吧 他在自己思维也想表达的 有创作欲望 创作欲望 对 近期觉得最幸福的瞬间是什么 就陪孩子 就是两个孩子一边一个 晚上睡觉的时候抱着他们的时候 那瞬间 我小时候是在父母背我里睡觉 现在就是一边一个抱着他们的时候 在床上躺着 那时候是最幸福的 是 一彤你会期待自己火吗 会担心自己一直不被大中看到吗 当然会啊 一个演员 心里肯定都是会有一个 希望自己火的梦想了吧 就像这种问题 我觉得根本就不用去考虑 就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就行了 其实你每拍一部戏 都是在大中面前呈现自己的作品 而且你拍作品的过程中就是快乐的 如果你喜欢演戏的话 那为什么要问你自己期待火吗 我当然能期待自己能更上一层楼了 但是这个同时我也会知道 我自己该成的都什么压力 就不用去担心这些有的没的 你一步一步踏实做好当下眼前的事就行了 嗯 慢慢来吧 不行 都会有的 嗯 下一个问题 林克聚红之后收到了很多人的关注 你的心态有什么转变吗 我觉得我的心态变得更平衡了 怎么调节到 刚开始会有一段时间压力大 然后也会有一段时间消极了 也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干什么 但是现在反而会觉得想那么多干啥呢 自己想做什么事情做什么 嗯 这是我刚刚跟你说的 不要去为了红果去做这件事吧 你如果自己真正的喜欢这件事 嗯 会有无限的动力回去做 你反而去有一个目的性的去做 给自己这么多捆绑 你反而做不好这件事情 对